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顶喷这个安装的方法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顶喷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50x50这个顶喷 然后呢它是两个进水口的 它两个为什么这个是两个进水口 因为它的顶喷比较大 所以它那个进水呢 需要把它两边平均的分开进水这样子出水的话呢就会均匀 所以这个是50x50就两个进水口 如果是40x40呢它就是一个进水口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连接这个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花灑的吊杆 花灑的吊杆呢它是每一组 它是有四个四个口固定的 每一组呢有两根吊杆组成分上下杆 看到上面这些孔 还有下面这些孔 它是通过孔和孔之间 这个对接 孔和孔之间的对接 来调整这个安装的这个长度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先把这个下面这些杆拧到顶喷上面 诶 诶 无奔 诶 Com 诶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把这节杆装上去 把这个孔对好 把这个孔跟下面这个孔对好 我们取其中的一个孔位来调节这个安装的高度 那么我现在是先把这个 用螺丝 穿过这个孔 然后把它锁住 我们现在把这个 吊杆装上去以后呢 我们就 现在就把这个顶喷 拿到我们需要安装的地方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顶喷 推上去 标记好这些固定孔 标记好这些固定孔 然后我们再进行在顶上打螺丝 把这个吊杆固定住 我们现在把顶喷 拿到天花上面 堆好安装的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 标记好我们固定杆上面 那个打孔位 好 我们标记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顶喷拿下来 我们在天花上面标记好这个固定点 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吊杆取下来 把上面这一只吊杆 取下来 拿到我们刚才在天花上面固定那个点 把这个吊杆固定上去 取下来以后 我们把自己吊杆拿到我们刚才 在天花上面固定那个点 把这个吊杆固定上去 上面这只吊杆固定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顶喷安装上去 我们现在把顶喷推上去 把那个螺丝对上锁上就可以了 顶喷推上上面这根杆对接 把这个螺丝对上锁上就可以了 插过去 然后 锁紧这个螺碗 这边 然后呢 如果我们对接的时候 这个杆子这个 这个孔不是很对称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杆子的微调 可以选一下 可以把它微调的 这个杆子的微调的 这个杆子的微调 我们现在把四个螺丝 全部锁上去 我们现在这个吊杆这个固定基本上是完成了 然后在我们的顶盆安装好固定好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水管连接上到这个顶盆的接口上面 引到顶盆上面 把它锁紧 我们现在也是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个扳手拧了 正常安装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扳手盘这里加紧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两根软管固定好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三通 把这两根软管串联起来 串联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个三通 藏上生料袋 拧到上面这个预留的出水口上面 拧到这个预留的出水口上面 我们藏上这个接口 这个生料袋以后 我们就拧到预留水管上面 这个生料袋 只有是水管这个三通连接的地方 这个位置才缠生料袋 软管连接的这两边是不需要缠生料袋的 我们把它拧上去 拧好以后 我们再把两根软管把它串联起来 连接上这个这个进水口 然后我们把它拧紧 然后我们把它拧紧 这样子锁紧 我们锁紧以后 记得要用帮手把它锁紧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演示 所以就没有用那个帮手去锁紧 我们现在这个安装就基本完成了 我们在连接这个进水口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注意事项 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我们在连接之前 我们先打开水 冲洗一下管道里面那个杂物 有没有泥沙之类的 冲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进水口 这个三通管子连接上去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大家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